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 许多高中毕业生会选择利用这一段时间 像学车 健身 运动 也有很多同学会选择旅行 那么今年高考后的旅游城市 旅游市场 又如何呢 和往年相比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了解 镜头前的两位学生 是今年刚高考完的考生 他们正在做假期旅游出行的攻略 他们告诉记者 自己的很多同学都已经踏上了旅途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出发 是想做好充分的准备 保证旅行的质量 我主要是七八月份想要去苏州旅游 去领略一下江南水乡的鲁特美丽 还有就是新家 记者了解到 随着高考的结束 广东每周各旅行社也迎来一个小高峰 南方的热门大都市 大学院校 还有北上线路都非常受欢迎 且现在的年轻人 更多选择小包团和自驾游的方式 除了去领略各地的风景外 有些准大学生会在填报志愿前 去探访各大高校 这也成为了不少高考生的旅游选择